壽虎折零修 第一章 比爾海波斯 說了一個特定的印第安人布洛 他們曾經遭受嚴重干旱的影響 食物匮乏 布洛成員開始為了生存而互相偷攝 首領知道這樣做會將帶來布洛的滅亡 所以他就頒布了一項法律 下一個偷攝被捉到的人會被帶到村的中心 綁在條柱上當眾鞭打 第二天小偷果然被捉住了 大家都來看是誰 並要目睹懲罰 令人震驚的是 那個小偷原來是首領的親生母親 他打算怎麼做呢 他是個好首領 不能莫視他前一天所頒布的法律 他必須公正 但是悲傷的是 這個小偷竟然是他的母親 他年紀大了 身體又虛弱 鞭打很可能會把他打死 他愛他母親 他怎能讓他受苦呢 你認為他可以怎樣做呢 哪樣回獲性 他的愛還是他的正義呢 結果他就這樣做 母親的手綁在柱上 這樣鞭打就可以開始 他叫鞭子手上來 手拿鞭子 但在他下令之前 自己站在媽媽和鞭子手之間 他伸展他寬闊的肩膀 在他虛弱的背部 使他的身體完全在自己的保護之下 然後 命令刑罰開始執行 當鞭子的成索落下 就落在他身上 他擔負了他刑罰全部的衝擊 在那一幕中 他不僅是在執行刑罰 而且是通過自己受苦來彰顯了愛 最激動人心 令人注目 和震驚的方式來介紹 尼塞亞耶穌在聖經中 聖經使徒行轉八章三十二節的認證 是以塞亞書五十三章 尼塞亞同時是約勢和得性的 無助和掌權的 被凌辱和海旋的 基督是受苦的仆人 神的羔羊 無瑕疵無地羔羊 這段經文是詩歌文學 語言文學和舊約文學的理程碑 這三部份可以由主的名和工作來介紹 在第一節 第六節和第十節 神的旨意和智慧是如何在耶穌的受苦中顯現的呢? 是甚麼促使耶穌為人類受苦受難呢? 他的受苦對我們又有甚麼意思呢? 讓親愛的羔羊吸引你 Be drawn to the dear lamb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耶穌華的傍秘向誰顯露呢? 他在耶穌華面前生長如亂牙 像根出於乾地 他無皆形美容 我們看見他的時候 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 他被藐視 被人嫌棄 多受痛苦 常經憂患 他常被藐視 被神擊打苦待了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 而卻下書53章1至12節 這是我對不同宗教如何看待苦難的版本 印度教徒看苦難為自作自受和罪有應得的 從過去的不端行為的形成結果 為了避免痛苦 佛教徒否定自己征服醫戀的人事物感情和慾望 穆斯林要求服從阿拉對人類天命或命運 對此消極、被動和沉默的回應 基督徒視苦難為不信服神的結果 但耶穌是神的贖罪制 擔當了人類的罪惡 因此有句話說 耶穌來替我們償還一筆 我們無能力還的債 然而此債務非主耶穌自己欠下的 Jesus came to pay a debt he didn't own Because we owned a debt we couldn't pay 在第一節中 作者的神秘人或題材人物等待被顯露 這個意味著顯現露出明亮 分別在創世紀三十五章第七節 出埃及二十章二十六節 文數記二十二章三十一節 和薩摩爾記上二十章第二節裡顯現 和爾斯貼三章十四節中的宣告 這個主角等待被讀者接納、接受和承認 在第二節中的原文有三個無 無皆形、無美容、無美貌 第一佳形是指結構 第二美容指特質含義、恩寵、榮耀和抬舉 第三美貌是指上貌、容貌和面容 第二節裡的羨慕的意思有 越人可喜愛的、貪戀、戴蒙眷愛 分別在創世紀二章九節、三章六節、 出埃及二十章十七節、大義里九章二十三節 無有人接納他、羨慕他的情況 更象徵受迫白的圖畫 第三和第四節重複了三個詞 痛苦、憂患和尊重 痛苦是複數、憂患是單數 痛苦是憂愁、疼痛和悲傷 而憂患在生命記七章十五節和列王下八章八節為病症和病 病苦在心裡,但憂患在健康中 第三節中的兩個主要動詞是常經和尊重 常經憂患在生命本中譯為熟悉病患的人 即是對悲痛的認識 第三節的尊重意味著 認為、算是、或是為 第一個是他的經歷 常經憂患 另一個是別人的推估 這三種關係是相反的 首先在第三節尊重於他自己 接著著重於他與其他人的關係 最後把重點放在他與神的關係上 第三節中的他自己 是他被藐視、被人嫌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 他與人有他被藐視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樣 我們也不尊重他 第四節中 他自己有他成言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他與神有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 被神擊打苦代了 最後以神的懲罰、譴責和批評來結束 最重要的、最高的和最悲下的懲罰 除了被人鄙視和忽視的情況下 他也被神咒助了 第二至七節 他與我們的關係是顯明的 被釋放 關於他 在第二節 由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亂牙 將根出於乾地 他無皆認美容 第三節 他被藐視 被人厭氣 多受痛苦 常經憂患 他被藐視 保障被人掩面不看一樣 第四節 他誠言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第五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關於我們的友 在第二節 我們看見他的時候 也無美容使我們羨慕他 第三節 我們也不尊重他 第四節 我們卻以為他受了責罰 被神激打苦代了 第五節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 其中的意義有 我們遠離了他 我們忽略了他 我們扭曲了他 我們發現了他 是被分離 被輕視 受責罰 同犧牲 separated scorned suffered and sacrificed 第四節的主要動詞 擔當 背負 同以為 第四節的擔當 經常被翻譯為 當 舉 時 分別在 創世紀四章十三節 十三章十節 四十六章五節 而承擔或背負 有與負載或重擔 他舉起 減輕 減弱了我們的重擔 受害同壓傷 在第五節 是指他被污衛 和粉碎的分別 受傷 經常被譯為 污衛 蝕毒 和污辱 分別在 創世紀四十九章四節 出埃及二十章二十五節 尼密記十八章二十一節 二塞亞二十三章九節 而壓傷是壓碎 和打倒 在約伯記十九章二節 詩篇一百四十三章三節 前者在宗教和道德上的 後者就在身體和肉體上的 然而主要的動詞是 醫治 又譯為醫生 重修 醫治 和治療 分別在 創世紀五十章第二節 列王相十八章三十節 二百記五章十八節 耶利米書十三章六節 這個詞的意思是超過疾病物理治療 詩篇一百零三篇第三節 在聖經的其他用途包括醫治人的心靈 詩篇四十一章四節 受傷的心 詩篇一百四十七三節 薩加利亞書十一章十六節 傷痕 二塞亞書三十章二十六節 耶利米書三十章十七節 和損傷 耶利米書六章十四節 和背刀 荷西亞書十四章四節 商下文是指我們 我們的憂患 我們的痛苦 第四節 我們的過犯 我們的罪孽 我們的平安 第五節 讓待死的羔羊 拯救你 Be delivered by the dying Lamb 我們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幾路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 都歸在他身上 他被欺壓 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 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因受欺壓和審判 他被奪去 至於他同世的人 誰想他受鞭打 從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他雖然未行強暴 口中也沒有鬼詐 人患是他與惡人同埋 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 而創下書五十三章六至九節 在父親死後 女兒試圖說服他八十歲的母親 搬盡來與他一起住 老太太好堅定地說 不許萬萬不可 我總是說過我不想和我的孩子一起住 我見過這種情況帶來很多問題 年輕的女士說 是的媽媽 但你不一樣 我知道 怕母親回答 但你是一樣 第六節有兩個都 沒有豁免免除或例外 和第七節第九節 妙拒他死亡的情況和原因 之前 期間 和之後 之前 在第六節 迷失 亦為飄流 在創世紀二十章十三節 迷失料路 出埋及二十三章 第四節 隱幼 列王夏二十一章九節 隱幼 列代夏三十三章九節 東島西歪 若白記十二章二十五節 西恐 若白記十五章三十一節 東島西歪 二塞亞書二十八章七節 在第六節的編行 是轉視 轉念 和轉頭 第六節 是過程 和後果 第一個是方向 第二個是和患 第三是解救 第六節的歸 是一種罕見和較輕的翻譯 他是降的通常意思 來臨 強迫 擺上 或放置 一個人身上 例如 搬遂著暴力 和殘暴 在出埋及記五章三節 至司記八章二十一節 實務以上 二十二章十七節 實務以下 一章十五節 列王上 二章二十五節 在期間裡 第七節 有羊 羔羊 綿羊 分別是中性、年輕 和慈性 第七節的五個主要動詞是 被欺壓 開 被牽 無聲 和開 第七節 壓迫 亦為督公 在出埋及第三章七節 追討生命記十五章三節 和痛苦 撒母以上十三章六節 第七節的開 在本書可譯為放鬆 和開通 分別是二策下書五章二十七節 三十五章五節 第七節的被牽 可譯為被送 得逃脫 和蒙引刀 分別是約百記十章十九節 二十一章三十節 二策下書五十五章十二節 第七節的無聲是沉默 是一個動詞 譯為 菌 默然 在創世紀三十七章七節 詩篇三十九章二節 這幾個動詞 欺壓是殘忍的 開是呼喊 牽是鼻大 無聲是平靜 開是呼喊 分別是 cruelty call or cry carried calm call or cry 在之後有第八節中的三個動詞是 被奪去 賞 和剪除 第八節中的剪除 譯為劈 撼 、撼、撼、搶奪 分別是聶王上三章二十五節 聶王下六章四節 二策下書九章二十節 耶穌死於一個可怕的、醜陋的、和可憎的、充滿仇恨的、報虐和無情的 被奪去是被捕 想是申诉 剪除是完全 caught, complain, complete 第六至九节可以这样回祭 第六节,主为我们背负 第七节,剪毛就像屠杀 第八节,代替我的百姓 第九节,他的死受羞辱 shouldered, slaughtered, substituted, shamed 让圣洁的羔羊主在里 be devoted to the divine lamp 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 使他受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制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连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博 得清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业 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 与强性的均分裂物 因为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以财下书53章10至12节 有一个人他有四个儿子 他希望他的儿子 学得不要太快论断事物 于是他排他各自去寻找 以此去看一棵很远距离的泥书 第一个儿子在冬天去看 第二个在春天 第三个在夏天 最小的儿子在秋天 当他们都回来之后 那人召集他们一起 请他们描述他们所看到的 第一个儿子说 那棵树好丑 弯曲同扭曲 第二个儿子说 不是上面满是绿色乱芽 充满生机 第三个儿子不同意 他说 树满香花 芬芳福屈 这是他从未见过最美好的东西 最后一个儿子 不同意所有人的说法 他说 你树纯果满枝 生机谋言 同索果缕缕 那人向儿子们解释 他们都是对的 因为每人在树上看得到的 只是一个季节 索果满枝 生机谋言 同索果缕缕 他告诉他们 你们不能仅仅凭一个季节 来判断一棵树或一个人 而且他的本质 生命中的快乐 喜悦同爱 只能在所有季节结束时 才能衡量 如果你们在冬天放弃 你们将错过春意谋言 花增厌 同秋果缕缕 第十节中的主要动词是定义 使受痛苦 之前已 汉见 延长 并之后亨通 定义喜悦是满足 satisfaction 喜悦是pleased 使受痛苦 受苦是suffering 惩罚 punishment 以赎罪制 牺牲 sacrifice 和 propotation 汉见 后裔 后裔是seed 后此 austerity 延长 练一 停留 stay 永久 permanency 亨通 成就 succeed 证实 proven 在第十节的定义 译为喜爱 喜悦 和要 创世纪34章19节 生命纪25章8节 事诗纪13章23节 撒母以下20章11节 第十节的第一个动词 定义喜悦是重点 因为斯哥以定义或喜悦的名词形式结尾 这个是耶和华对他仆人的信服 服侍和巫师之喜悦 第十节的 史秀苦原文更加严重 结果是重点 软弱 病了 受了重伤 几奇重大 诗诗纪16章7节 撒母以上19章14节 列皇上22章34节 耶利米书10章19节 现场是停留 长久还在和不轻易 文数纪9章19节 生命纪25章15节 事诗纪2章7节 针言19章11节 亨通是被证实的 昌盛的和卓越的 后代或后裔是后至 延长是永久 亨通卓越 第十一节的四句动词有 看见 心满意足 得清为义和担当 十一节增加了 他们的 所以这不再是哪人他了 不像之前经节 只有第二人称代词 他的单数 我的仆人的名称 在以赛亚书出现十五次 其中十一次仆人有命名 就好像以赛亚大卫 雅国部 但有四次仅是我的仆人 在以赛亚书42章1节 19节 43章10节 49章6节 所指的是尼赛亚同 我的义博 在十一节 他不仅是我的博人 而且是我的义博 因为他会清义 或得清为义 动词形式来自名词 义 很多人的罪业 过犯和作恶 很多人和罪业 包括他们的罪业 在十一节 包括我们的罪业 第五节 也包括我们众人的罪业 第六节 过犯包括我们的过犯 在第五节 和百姓的过犯 在第八节 罪只是多人的罪 十二节 全部都是复杀 要突出和故意的 罪的原文有三个词是 不信服 不信从 恶行 不道德 毁坏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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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是他的心 心满意足 是他的心 得清为义 是我的义博 担当是他们的罪业 最后一节 十二节 有两次重复 分和犯罪 和五个主要动词 分出现两次 倾倒 被列 担当 和代求 所有动词都是描述人 伟大的 强性的 他 多 犯罪 最后一节 原文有两个多 就是大和多 最后一节 热以结束 也是以罪犯 为人 而不是罪过 这五个动词 使 君分裂物 倾倒 被列 担当 代求是 伟大的 与强性的 他的生命 犯罪中 多人的罪 畏罪犯 是伟大 greatness 收获 gain 礼物 gift 归类 grouping 有罪 guilt 引领 guidance 结语 纵使我们面对困难和痛苦 圣经告诉我们 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罗马书8章18节 我们这至暂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格林道后书4章17节 作基督作基督受苦的见证 也同在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 比得前书5章1节 你是否把耶稣基督和他的道当作为可耻的呢 路加福音9章26节 你是否以福音和为我们主作见证为耻呢 罗马书1章16节 提摩太后书1章8节 你知道他为你而死 是为了救你从死亡到永生 从黑暗到光明 从罪的奴隶到义的奴博吗